苹果今天推出了2024新款iPad mini,搭载A17 Pro晶片,提供强大的性能和多功能性。 这款iPad mini 7拥有全新的蓝色和紫色外观,并配备8.3寸Liquid Retina显示器。 A17 Pro晶片的CPU和GPU性能分别提升30%和25%, 使其在处理繁重任务时更为高效,并支援Apple Intelligence提供强大、个人化且隐私的智慧功能。 新款iPad mini支援Topo Pencil Pro,提升了创作和生产力的潜力。 其1200万像素后置相机支援Smart HD24,能拍摄高动态范围的照片,并具备机器学习技术来侦测和扫描文件。 iPad mini还具备全天候电池续航力及iPadOS 18的新功能,价格从NT16900美元起,提供128GB储存空间。 iPad mini具备有iFi 6E及5G连接能力,下载速度比前一代快两倍。 USB-C连接部的资料传输速度也提升至10GBPS。 相机方面,不仅能拍摄精美照片,还能利用AI技术自动辨识文件。 Apple Pencil Pro的设计让使用者能够方便地切换工具,并具备触觉回馈功能,让创作过程更加直观。 此外,新版iPadOS 18引入了强大的AI功能,如手写数学表达式的及时解答,及音讯录制与竹子稿同步等。 新款iPad mini支援Taple Intelligence提供强大、个人化且隐私的智慧功能。 Apple Intelligence深度整合至iPadOS 18,可运用Apple晶片与Taple设计之生成式模型的力量,理解并创造,文字和图片在各种App之中执行动作,以及根据个人使用情境、简化并加速日常任务。 iPad mini 7将于日后在台湾开放订购及供货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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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